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进入了第五年 这是一个最成功的葡萄产业的行销 从举办葡萄公主选拔之前 我们整个彰化县年度的葡萄产值还不到十亿元 经过了这几年的努力 我们成功的把葡萄行销到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东南亚 中国大陆以及全世界 能够成功的打响 彰化葡萄的这一个优质的品牌 我们知道葡萄是彰化重要的产业 我们葡萄公主的选拔 让我们这么多美丽的家力 来自各行各业 来自四面八方的家力 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 为我们这一片美丽的乡土 为最好吃的葡萄 做最彻底 而且是最美丽的行销 我们在六月十六号即将进行最后的决赛 我们祝愿在六月十六号的决赛能够圆满成功 我们彰化的葡萄产业 把透过我们葡萄公主一个成功的行销 能够再次的在世界上发光发亮 经过初选竞争激烈的复赛以及公主训练课程后 参赛公主们即将面对最后一关决选大赛 六月十六日就要在彰化演艺厅举行 当天将会揭晓二零一三年的彰化葡萄公主 也就是五十万元的冠军得主 本次决选大赛也将自即日起 在本府一楼服务台开放民众锁票 届时评票入场 欢迎全国乡亲一同来为参赛者加油打气 见证这荣耀的一刻 公益频道陈文硕 张华采访报道